当地时间2月1日 在未提前公开的情况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美国总统拜登 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斯海滩的海滨别墅进行搜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 拜登的私人律师鲍博·鲍尔在一份声明中称 今天在总统的支持和合作下 司法部正在对他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斯的家进行计划中的搜查 鲍尔补充称 根据司法部的标准程序 为了行动的安全和完整 搜查需要在没有事先通知公众的情况下开展 我们同意合作 我们将在今天的搜查结束后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报道称 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赫尔 在1日正式开始工作 他负责监督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情况的调查 CNN称 记者在当地观察到 上午10点左右 属于FBI的黑色SUV和轿车 到达拜登的别墅旁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里霍伯斯的搜查 是该部门第三次搜查与拜登有关的房产 以寻找潜在的机密文件 1月20日联邦调查局搜查了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 发现了多份机密文件 2022年11月中旬 在拜登的律师首次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中心发现机密文件后 联邦调查局搜查了拜登中心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 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也曾搜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 收回了300多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 当时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批评称 FBI搜查他的家如同对民主的偷袭 是完全文所未闻和难以想象的 并宣称整个国家都对此感到愤怒